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2569集 武师兄正在门口等待张凡 见张凡过来 满脸堆笑 此刻的武师兄感觉自己是压对了宝 他距离飞黄腾达 已经不远了 小先生 那绿松石还不错吧 两人一边往寺庙里面走 武师兄一边开口问道 张凡看了看武师兄 他自然知道武师兄这个话是什么目的 非常好 你放心 我不会实验 谢谢 谢谢小先生啊 武师兄满脸感激之色 这时候 张凡又看到了那个皮肤幽黑的小和尚 小和尚冲张凡点头 张凡也朝他笑了笑 在武师兄的带领下 两人很快便到了后院的另外一间禅房门口 门口站的不是别人 称是 老太隆重的住持 师父 武师兄看着住持微微躬身 住持朝着武师兄摆了摆手 你先去吧 小五啊 有什么事情我会叫你 武师兄恭声告退 住持则冲张凡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而后为张凡开门 小先生 请吧 在房间正中央的铺团上 同样坐着一名老和尚 这老和尚看起来比住持要和善 而且脸上很是干净 并没有像住持那样下巴上留着胡子 从表面看起来 比住持好像还要年轻一些 师主 你好 平僧法号简山 老和尚念了一句阿弥陀佛 而后又从张凡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师主请坐 张凡点头坐下 坐在了简山的对面 这时候简山转头对住持说道 你先出去吧 是 师父 住持恭敬点头 而后缓缓地出了禅房 简山大师 你师弟怎么没来 这件事情 你不用问过你的师弟吗 他一切都听我的 所以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就可以 张凡有些失望 他本意是见到简山河的师弟两个人 认识两个人 这样才可以更好地制定对付他们的计划 不知阁下来自于河门河派呢 这个 宗门高层不让透露 还请理解 你们不肯透露门牌 我们就把神鹰交给你们 那如果你们不肯兑现诺言 我们又上哪儿去找你们呢 这一点你大可不必担心 虽然咱们之间是长久合作 但仗一次一截 绝不拖欠 不可能出现你担心的情况 假如这次 我跟你请五个神鹰 你要五个灵果 或是别的东西 我把东西交给你之后 才会带着神鹰离开 哦 这样啊 简山若有所思地接了一句 看简山这副模样 张凡有些疑惑 如果简山真的担心 他们不可以兑现诺言 在得知张凡这样的回答之后 不应该是这副表情啊 看来简山这么说 应该还有别的原因的 问自己的门派 难不成想和自己门派交好 想求自己门派帮忙办一些事吗 哼 简山大师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需要我们帮助啊 听到张凡这话 简山眉毛一条 你 了解过我们寺庙的隐秘 哼 我才刚刚过来 怎么可能了解你们寺庙的隐秘呢 对了 我之前跟你说的条件随便提 不仅是一物一物 事情也同样可以 当然了 我们对于事情 有自身的考量 如果跟你提供的神鹰价格差不多 我们会答应的 听到张凡这么说 简山脸上浮现出了笑容 连说了两个好字 张凡则又说 不过考量这件事情我可管不了 还得宗门高层定夺 你可以先说出你的事 我跟上面汇报 看看需要用多少个神鹰来交换 嗯 这倒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那 我就跟你说说 在距离我们大清寺 三十公里南侧的位置 还有一座华里寺 我们两座寺庙积院已深 我们都是在三百年前建的寺 方圆两百里 就我们两个寺庙 从建寺开始 就存在各方面的竞争 一百年前 是我的师父做主持 在我师父的苦心经营下 打青丝的各个方面 都要超过华里寺 按照当时的情况发展 华里寺很有可能会一点点的消亡 当然了 我师父所使用的 都是正规的手段 在这个时候 对方起了歹心 以特殊手段操控相克 而且是到处作恶 栽葬在我们寺庙的头上 对此 我师父大为愤怒 带领寺庙的强者 直接杀去华里寺 与对方理论 我师父 是一个比较规矩的佛门弟子 其实并没有想过和他们动手 可最后还是动了手 这一动手 双方就拼尽了权力 对方主持生死 我师父身受重伤 回来之后 不到半个月 也死了 除他们两人之外 我们双方还都死了两个人 这神仇大恨 也就就此结下了 虽然我师父临死前 劝告我们不要再生事端 但对方却不这么想 他们认为 是我师父杀了他们师父 他们一心想要报仇 他们怎么不想想 他们师父为什么会死 是不是死有余辜 另外 我的师父 也因此而丧了命的 这期间 他们来我们寺庙 找过很多次麻烦 都是被我和师弟挡下了 经历过这几次 我变了心思 我不想再听从师父的遗愿 我想直接灭掉华里斯 为我师父报仇 现在他们华里斯的 第三镜强者 跟我们寺庙的 第三镜强者一样 实力相当 第三镜以下 第二镜以上的 他们还比我们多了一个 多出的那个人 实力和你一样 我的诉求是 希望你们可以派出一名 第三镜强者来帮忙 连同我们 灭掉华里斯 张凡文言 看了看简山 略做思索 有些不解地问 你说华里斯的人 一心想要为他们师父报仇 他们的总体实力 又比你们更强 为什么没有直接 把你们给灭了 你跟你师弟 怎么可能能挡得回去呢 这个嘛 他们认为我师父 给我们留下了 增强战斗力的宝物 所以 不敢轻举妄动 张凡文言 眼神中带着狐疑的 望向简山 而简山的回答 则颇为肯定 真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